联邦保守党政策大会今天结束 党员就一系列政策纲领变更投票和讨论 务求为下一届大选的政纲铺路并争取更多的支持 邱丽明报道 联邦保守党政策大会来到最后一天 党内成员就各代表提出的政策倡议 面论和投票 党内主旋率 离不开消除财政赤字 降低利率 减税 大会上除了通过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立场 也讨论一些可能在中间选民中引起争议的议题 例如大会以大比数通过 推动禁止儿童接受性别改变医疗程序等 对于社会议题或者会引起党内分歧 联邦保守党党党领袖希尔表示 坚守核心价值可以带来团结 该党在接近选举时会公布竞选政纲 强调政纲将会负责任和审慎 再门 再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